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一末天乱想睡着 看到了云朵上的 今夜再忙了变老 难过这过太红角 万一快哄我睡觉 花又吃掉无成宝 醒来看到水晶蟹 挪满了蝴蝶子赴约 Oh baby 闭上眼睛梦里凋却 一千里也许是纠结 Because I love you I don't wait for you my heart so good 一起没有 Woo You just don't wait for you Woo 还不快点牵挂 Woo 人影中有坏手 海藏着温柔宇宙 我们一起买了 一起往前往前走 You just don't wait for you 看看勇气不朽 Woo Woo Because I love you I don't wait for you my heart so good 在你左右 Woo You just don't wait for you Woo 你手紧着我手 Woo Woo 你心中有坏手 唱着温柔宇宙 我们一起买了 一起往前往前走 You just don't wait for you Woo 看他也追不朽 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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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过去 干嘛 Woo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现在好歹也代表公司 以后别那么拿他 注意点形象 累了吧 宝妮 跑了一整天 还是一无所复 要不这样吧 带你去咖啡厅 咱们喝点咖啡 然后咱们接着找行不行 我都替琪琪急死了 哪有心情喝咖啡啊 那 那咱们就接着找 行吗 这样 咱们索性别回公司了 晚上带你去看个电影 就当放松了 找了一天了 怪累了 我说你这个人 真是脑洞清奇 我刚拒绝你喝咖啡 你还提什么看电影 他根本没想帮你 就是想接着机会 跟你约会罢了 你别瞎说呀 博总的设计方案都已经改了 小姨不是刚才给你打过电话 说不用找花财了吗 你还带着她到处上逛 想什么呢 不是 宝妮 好你个David啊 你敢骗我 宝妮 宝妮我跟你说 以爱的名利欺骗 这不叫欺骗 我对你的心是真诚的 真诚你个鬼 真诚 气死我了 别气了 我用真诚的友谊 送你回去吧 阿姨 郭总不在 你找他有事吗 他不在 这个交给你也是一样的 这是我在垃圾箱捡到的 我听零零七说 他的单据被人调包了 我猜这几张就是原始单据吧 昨天晚上我做这些单据的时候 不小心把饼干的油渍 都弄在了这个单据上面 这件事还有其他人知道吗 没有 那好 那好 这事交给我处理 这个涉及到公司的重大机密 泄密可是要吃官司的 请你一定要守口如瓶 你还真是绣花枕头稻草包 长得好看没脑子 难怪被那些男人摆占便宜 谁被摆占便宜了 是我占他们便宜好不好 我身上穿着戴的这些手表项链 不都是他们送的吗 呵呵 你的三观还真是扭曲到令人发指的地步 谈恋爱是为了爱 不是为了戒指跟包包 我知道 我知道 我以前对爱情的态度是有点儿戏 行 我决定了 我要把这些东西都还给他们 这个包包我想再用两天 等我攒够钱了再买一个 再买好吗 不行 改正错误也要循序渐进嘛 不要这么苛刻嘛 勇于承认坚决不改的人我见多了 走 这个包啊 你别嫌弃 尚有嫌弃我刚买的新包 街口小店 打三折的时候抢购的 看在我们是好姐妹的份上 便宜你了 来 包你啊 答应我 别再玩了好吗 你要再这么玩下去 一手好拍还要打糊了 认认真真找个男朋友 找个值得你爱的 好吗 来 你看 前面就是公交车站 五十二路 站 到公司 你不是说要陪我回公司的吗 我要去救七七啊 你有办法帮七七啊 包在我身上 放心吧 我走了啊 注意安全 怎么变成明啊 慢点我们 遭到什么 保护因为 那些人穿着 姑娘 就你 就你 我们的演员还没来 我们想先把全景给拍了 我看你的身材 跟颜姥姥的演员挺像的 帮个忙 谢了哈 姥姥 来 各方面准备 好 各方面准备 来 什么情况 晚上当冷了 白天竟然还要延冷了 还好博海不在 否则就尴尬了 啥意思啊 这 在哪儿啊 树上 上去吧 谢谢了啊 来 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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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 还要站在这儿 对对对对 来 把手放下来 你长得挺好看的 把手放下来啊 谢谢了啊 怎么还回来了 你看 你看她的头发 什么意思 能不能快点 辛苦辛苦 谢谢了啊 辛苦辛苦 谢谢了啊 辛苦辛苦 谢谢了啊 雷露西 糟了 她不会认出我来了吧 我有话跟你说 你犯了一个很大的错 你认错人了 对不起 对不起 对 对 你说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 我只是想告诉你 你那法轮容没有用 猪水法处理都脱水了 好 这么疼 好 这么疼 谢谢你 谢谢你 你不应该说对不起吗 谢谢你一直相信我 一直纵容我的情绪化 一直 都不会计较我的粗制大业 没事了 不疼啊 我的天哪 笑起来好酥 周总监说 让我们随时跟他汇报 现场的进程 笑得再好看 跟我也没关系了 你笑得 真难看 真的吗 这个人还真是情绪化 不过艺术家 都挺情绪化的 我也很情绪化 渤海这小子脑子灵光得很 商者和家属的情绪已经稳定 摄影棚替换了花彩 已经开始重新布置了 这不是预料之中的吗 接下来你知道该怎么办 当然 是 喂 敢到这儿来找我 肯定有什么特别的事吧 对于尹棚的意外 我有一个计划 不知道博总愿不愿意听听看 我都跟你强调过了 任何采访都不要理会 周总监 直接拒绝任何采访 你该好好想想对策了 周总监 明天一早 会有一场空闲盛大的媒体盛宴 在等着你呢 周总监 找我 立即开出007 并通报全公司 可是开出员工 需要直属领导提出 这人事部只是配合审查 走个流程 007的直属领导是博总 会不能越急啊 文光晴明天就要带着媒体 来采访了 我们还要等流程 来开出一个小员工吗 我告诉你 我们要不拿出一点主动的姿态 一定会被舆论给骂死的 到时候我们还要走什么流程 罗总监有他的难处吧 我觉得这件事情 有更好的解决方案 对 那个什么 你们先聊 我那儿还有一堆事呢 罗总监 谢爷 007捅了这么大的娄子 你们一个两个 为什么都要护着他呀 你明明知道007是清白的 你干吗非要开出他呀 我怎么知道他是清白的呀 刚刚你跟宝洁阿姨说的话 我都听见了 这件事情不管是谁做的 他作为主要负责人都难辞其咎 不认识 博海一直跟我说 你比我更适合管理公司 你一向有敏锐的商业嗅觉 做事干练 雷厉风行 可我看 今天你是昏了头了 那这件事你会告诉博海吗 欣妍 我今天跟你说这些 没有其他意思 我就是想告诉你 你不能把自己的私欲 跟工作掺杂在一起 也不能为了得到爱酒 就丢了自己 你懂吗 你再好好想想吧 博海答应了 我真没想到 他能这么容易答应啊 他是什么角色 怎么可能任游文光奇摆布 再说了 他早就有了 动文光奇的想法 我的提议正好跟他一拍即合 我 可是 博海应该早已经猜到 公司内部除了文光奇 哪有创下别的人 并且 我觉得他应该对你 已经有所怀疑了 你这么做 恐怕会露出马脚 这确实是一招险棋 但如果走得好的话 不仅能够打消他对我的怀疑 甚至能让他更相信我 歇会儿吧 谢谢 现场不仅倒是好了 但是我就怕明天是不责任人套会 你眼睛怎么样了 应该比作花艺强吧 怎么自信 你还担心什么呀 给你传授一个 解压剂呢 痛 慢点 这种有哪个解压方式 对啊 我平时不开心的时候 就会打上一盘 有的时候我跟陈某一起玩 好幼稚 怎么能说幼稚呢 这说明你还没有感受到 这个游戏的魅力 来 你试试 来 快快快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样 对对对 怎么不往前走 对对对 你往前走你得躲着它 不 这是啥意思 真的 这样这样 往这边走 对对对 哎呀你笨子 给我给我给我 渤海的胸膛 好温暖 我觉得这儿差不多了 回去休息吧 好的不走 好了今天就到这儿 大家辛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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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剩下的 唯一 天真 有多爱 却有多痛 历史无依赖的风 却偏偏吹过 坐 呃 扬 到 咱 彩血 流 眼 エ 木 脸 laundry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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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呀 这花怎么了 这 这 这怎么了 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啊 这花怎么回事啊 快快快快 怎么回这样啊 快通知博总 好嘞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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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多芬第三交响曲 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 葬礼进行曲 很适合今天的氛围 你来晚了 来得刚好 你的好戏不还没开场吗 那你可要好好看看了 是文总让我们在这里等的 说实会有一个结果 各位 我就是今天发布会的 召集人文光启 作为创想集团派驻在 花家花艺的代表 今天 我希望能代表 在此次意外中受害者的家属 以及遭受了重大财产损失的 电影制作公司 共同向渤海向花家花艺 提出最强烈的抗议 对 并要求他们 立即采取赔偿措施 严惩 相关责任人 您能跟我们讲讲 这个事情的缘由吗 大家请随我来 在永鹏召开李氏记车会 亏他们想得出来 他昨天就叫孝要搞事情 我早该想到他 大家这边请 这布井上的植物怎么都干枯了 真是 昨天 博总当着我和何明朗的面 答应了两件事 第一 立即恢复摄影棚内的布铁 挽回片方的损失 第二 交出此次意外的直接责任人 给商者和家属一个交代 是是是 现在大家都看到了 博总的第一个承诺 已然是无法兑现了 那博总 第二个承诺 博总 博总 既然选择沉默 那就由我来做这个恶人吧 他 就是此次事件的罪魁祸首 我也不想亲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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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浟 波总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先来回答大家第一个问题 布景已经全部复原 且顺利完成了 剧组在今天一早 已经顺利开工 各位 请跟我来 这是 这是 来走 走 这边 拍一下 拍一下 和这边 停 前进点 放手 放手 快看 好嘞 好嘞 何先生和他的制作团队 对我们的布景设置 非常满意 博总 您的布景 在业内是顶尖水准 可为什么 要先把我们带到 另外一个摄影棚 不许误导我们呢 要是没有这些 叙叙实实 你们怎么能看到 眼前的这出好戏呢 就像马铃一样 生存的环境非常显化 所以每一次的绽放 都更加让人珍惜 博总说得真是太好了 既然这一切都恢复正常了 那自然是结大欢喜了 博总 听您刚才那一番话 是不是暗指有人 企图在现场 故意捣乱呢 这件事和创想的文总 有关系吗 文总 外界传闻您和博总 积怨颇深 不知道是否属实 文总 您就不想解释一下吗 博总 您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吗 这个场景吗 我们让这次的负责人 007小姐 回答你这个问题吧 文总 我真的是反复确认了 花财的情况 但是没想到 博海会留这么一手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 我的脸都让你丢尽了 废物 其实 演员受伤的事 咱们还能再联合媒体 一块儿炒一炒 伤员家属的刑事 是最容易被煽动的 只要稍加暗示 他们什么娄子都能捅出来 而且之前的事 我们做的滴水不漏 就这么办 就算他们怀疑我们 在材料清单中做了手脚 也绝对拿不到证据 这是闻光起的声音 是他 是他 原来是他害的我女儿 这才是最精彩的剧透啊 害贼汉诸贼召开记者会 亏他想得出来 这就是 我许诺大家的第二件事 别高兴得太早 我还没数呢 博总 这件事情 您事先知情吗 这一切是不是你 提前设好的局 卫廉对你的做法很不满 你想怎样 我要你为你的行为 付出代价 现在真相 虽然已经水落石出 但伤者还在医院就诊 家属也没有得到赔偿 请问 接下来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来严惩凶手 这个大家可以放心 伤者我们一定会负责到底的 家属应有的赔偿 我们一定会做到的 这件事情 我们一定会做好我该做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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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的这么绝 就不怕我拉你一起下水吗 你现在只是一颗气字 最好老老实实的 和创想对抗 你玩不起 都是为了零零七吧 没想到你为了一个女 居然下手这么好 你给我闭嘴 你迟早会栽在这个女人省里 你的下场 不会比我好得了多少 是文王企何实际吗 我们是公安局的 这是逮捕证 你们涉嫌一起故意伤人案件 现在对你们进行逮捕 我的天呀 那错过了些什么呀 发生什么了 来了一出 请进入罗宾 走吧 你别碰我 你放开我 莫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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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故意躲我對吧 你以為你不說話 就可以躲過一劫了是吧 你今天必須給我說清楚 幹嗎要生氣啊 我哪裡惹貓你了 我 我知道你心裡在怯氣 但你還是把我當朋友的對吧 不然你也不會和博海想這麼個辦法來幫我 廢話 要不是把你當朋友 我才不做這件事呢 哪裡惹貓你了 跟你沒關係 我就是 前兩天跟我媽打電話 鬧了點兒便扭 心情不太好 一個大男人啊 跟阿姨吵架了在這邊口口嗦嗦的 你是不是個男人啊 嚼不嚼勁啊 我以後不這樣不就行了嗎 所以說朋友是幹嘛用的 這個時候你就應該跟我說啊 好 有什麼是一頓大餐解決不了的 小子 你跑啊 你拽掉了 文廣啟實際作為永恒事件的嫌疑人 已經被警方積壓了 等候法律的制裁 還有剛剛經過董事會的協商 創想決定不再派遣投資代表 參與公司的運營 太好了 還有件事 何明朗先生對我們的設計 提出了很高的評價 所以他決定除合動金額之外 再追加一筆獎金 用於贊助全體公司員工 周末出去團結 超級大快人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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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總 合作愉快啊 我就是提了一個小建議 主要的決定還是補總您拿的 能讓文光起的罪行大白於天下 這可不是個小意見啊 這可不是個小意見啊 莫南 以你的膽識和才幹 但做個市場專員 覺不覺得委屈自己啊 老闆您這話我沒法接啊 我這次也是為了幫朋友的忙 才憋出了這麼個辦法 沒想到運氣好 還真給奏笑了 鞠躬不自傲 挺好的 老闆 您要是這麼誇我的話 我還真是有一件事情 想要跟您匯報一下 你說 馬上到月底了 要交房租 您也知道 我們現在都是月光族 我在想 這個月能不能 我就是跟您匯報一下 最後還是得靠您定啊 放心吧 我會通知人事的 好好幹 好 謝謝博總 看到我們 我們又有想法 你不知道 您會想活動嗎 怎麼說 快 всем 我們現在還是很快 你批評嗎 草食动物的业界 最大程度地保护自己 老板 我跟你聊正事呢 你跟我聊什么石生花呀 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 在公司除了文光企 还有创始想的人 而且这个人的位置 有可能比文光企还要高 你的意思是说 这个人像石生花一样 伪装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全服在咱们公司的 你是怀疑莫南 不可疑吗 不对呀 他才刚刚帮你赶走文光企啊 是 这一点我也还没想明白 总之对他多留点心 没坏处 好 根据我纵横情场 这么多年的经验 这个渤海对你 其实还是有点意思的 真的 要不然那么帮你干吗 我也觉得是 怪不得呢 我也觉得 现在细细回想 他要不是因为喜欢我的话 怎么可能会这么帮我呢 是吧 我也觉得他有点喜欢我 文光企要搞事情 是公司上上下下 都知道的 神人花偏偏在这个结果眼上 派你去当电影布警的负责人 你猜 这是为什么 他 气什么啊 他 看你傻 你呀 就是傻人有傻夫 再加上要有我这么好的朋友 要不然 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怎么办 威廉已经明确将画家的收购项目 交给你全权处理了 没了文光企的添乱 这下可以彻底放开手脚了 很可怜 不过你说文光企这个人也真是啊 这么大岁数的 做事情还这么毛躁击击 不过啊 这个文光企可是创想留在这儿的人 你动他 是不是因为有007的缘故啊 岐边 你谈过恋爱吗 大学的时候谈过一个 你说得没错 文光其他动了不该动的人 所以我不得不动他 但是通过这次的事情 我也看清了自己的内心 虽然我可以在一个月之内 让一家公司破产倒闭 也能够在瞬间 让巨额的股票变成废纸 更能大笔一挥地裁掉数千人 但是我放不下007 一个人走了多少年 才被零人遇见 走啊走啊 过去从前 过眼长云烟 一场梦 穿过多少黑暗和崎岖 才看到你 绽放耀眼美丽 闭上眼听见了话语 说无能为力 说只能爱你 说只能爱你 爱你 闭上眼听见了话语 说了千万句 我想你想你 在白天黑夜里 你 每一朵花都在寻觅 听见花开的人 听见自己 梦里 每个我都会遇见你 会看见你 耀眼那美丽 在白天黑夜里 闭上眼听见了话语 说无能为力 闭上眼听见了话语 说无能为力 闭上眼听见了话语 说只能爱你 闭上眼听见了话语 说了千万句 闭上眼听见了话语 我想你想你在白天黑夜里 想你 想你